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比特幣或者區塊鏈是無限可擊的呢 那或者我們也要解釋一下什麼叫比特幣 或者什麼叫區塊鏈 其實這是兩樣東西來的 只不過這兩樣東西是可以分開來講的 只不過就是當時是因為有比特幣這個東西 而給別人才留意原來他後面是用這個區塊鏈的技術去做這個東西出來的 所產生的就是兩人一起出來的 就是說那個人當時的名字就像是一個日本人的名字 就發現好像不是是一個澳洲鬼來的 是假名來的 是的假名 那就是說比特幣他用一個技術來做這個比特幣出來 是 而那就有這樣的貨幣了 OK 那但是 接著有人說我原來用這個方法去 run 這個這樣的貨幣 這個名字叫比特幣 嗯 其實區塊鏈的技術是可以做其他東西的 是 可以Essue其他的幣 你叫什麼幣也可以的 是 我想你也聽過了 有一個叫Nitecoin 是 是 再遲些 是 Nitecoin 任何一部機 或者一部電話 安裝了這個 比特幣這個帳戶的時候 他自己也會保持一份貨幣 嗯 OK 自己也保持一份貨幣 你凡是有所有貨幣 寫下去的時候 就會是 人人的貨幣都會同時寫 同步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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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隨便一個人加入進來 他就會再升強 由他第一個Blog 去到現在的Blog 都會抄回一個貨幣 換句話說 你就沒有任何一個 Single Party 可以改了所有的電話的記錄 是 就是所謂去中心化 就是這個意思 是 是 是 還有 為什麼叫做區塊鏈呢 Blog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儲存 數據的一個 一個 多大 多小 一個 幾多K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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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為什麼叫做Blog Train 就是說 它第一個Blog 一定是貼著第二個Blog 第三 第四 一直這樣去 而第一個Blog 如果 做了一些 修改 修改 如果 中間條鏈裡面 有做過任何修改 其實很容易可以催生 中間被人改過 這樣的 是的 所以就沒得做假 對 沒有得做假 其實ICO是什麼 我發出一些代幣 你給我一些真金白銀 我就給你一些代幣 然後我拿你的真金白銀 做什麼 我就拿去做生意 發展我自己的區塊鏈項目 那些行業是有錢賺的 是有錢賺的 譬如 平台上有好幾個 可能大家 聽下去會了解多些 譬如它打著一個 去中心化的音樂平台 蛤? 沒事 譬如現在大家用的KKBOX 就可能要有一個KKBOX的公司 是 即是 上載所有的平台 即是上載所有的平台 大家就說 我自己上載就不用KKBOX這個平台了 那你自己在我這個區塊鏈的網絡裡面 自己就可以自由 我不明白 這樣就很亂 大家就要融入剛剛Samuel說的那個 區塊鏈的技術 究竟是怎樣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剛剛Samuel說得很好的 就是說 區塊鏈的技術其實可以應用在你世界上每一個 或者不一樣金融產品 譬如聽歌也可以 摩托車也可以 電腦裡面任何一個應用程式也可以 總之是一些共用的東西 可以交換的東西 這樣就開始 ICT平台上就越來越多這些項目了 譬如我剛剛所說 我有一個區塊鏈技術搭建出來的摩托車平台 區塊鏈技術搭建出來的什麼什麼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是可以賺到錢的 是的 那如果我的平台做到很多人用的 那我的區塊鏈對代幣的價值就會提升 哦 所以其實它真的有這個投資價值 是的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拿了那筆錢來搞這個項目呢 是沒有人會批館的 譬如你上網 你現在上市集資 譬如我在一間公司上市集資 我要過很多證監很多市場 是的 政府會盯著我 你只是每年那盤數 你都要找這個註冊會計師 是的 9月5日公布這個公告 究竟它跌了多少呢 我記得在這個星期初的時候 是有去過五千元美金的 是的 一跌到昨天 其實是跌到四千三元的 哇 是啊 三千九 差不多到 四千五 又升了 最低是跌了差不多幾個 五千元美金 就是跌了兩成 是的 這個就是昨天 中國政府公告出了之後 比特幣的走勢 好 第二個就是以太幣 那個Ethereum的以太幣 即是計比特幣 在虛擬貨幣世界裡 其第二隻 最大的 流通兩大 是的 的一個貨幣 好 大家看看去到 9月5日的時候 為什麼三條呢 又是一條 一個是美金 綠色是美金 其他就是對比特幣 啡色就是對比特幣 OK 我們看美金 好嗎 五千元 美金由差不多320元美金 跌到 低於280元美金 都是跌了一段距離 好了 鬆口叉 我算不到 總之就是 好 然後還有兩隻 還有兩隻 一隻叫NEO的一個幣 這個幣 就是中國的創業團隊做的 嗯 是的 那大家有看到 那只是在大陸那邊流通 還是在大陸那邊流通 也不是的 都是上了一個Listing 就是Listing了 就是這個Listing 就是無國界的 是的 這個也是排頭十幾位的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綠色線 就是最近這幾天 是嗎 是的 就是由4號到5號那段時間 哦 就是懸崖式 急插 急插了二十幾百分 三十五跌到十幾 嘩 跌了一半有很多 是的 但是我聽我的朋友說 這隻懸崖式的跌幅 其實二十幾百分 一點都不多 一點都不多 是的 有些是跌百幾百分 我有聽過 最多一星 最厲害的是一星 升到五十幾萬 明白 就是這種投資是一種 心血管訓練 是的 好了 這些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的項目是用區塊鏈技術來立的 但我又不是很記得 我不明白 我印象我概念裡面的貨幣 就是一個交換功能 例如說我去買股票 我無論買騰訊也好 還是買匯豐也好 我也是拿港幣買的 是的 那港幣就是交易功能的貨幣 那你這些為什麼有這麼多款 就是我去買你這種代幣的項目的時候 那不是來來去去 我都是用比特幣來參加你這個ICO項目 就好像我所有IPO抽新股都用港幣來抽你 所以現隔來說 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你這些上市的代幣 其實類似一隻股票 即是它叫做幣 其實它是股票來的 但問題是這隻幣 對你公司的股權架構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譬如你現在有股份 即是你公司上市 你要刮一部分你公司的股份 其實我也是股東 我也是老闆之一 可能李嘉誠持長和 持20-30%股份已經是大股 那我持少少呢 就是0.0000001% 你也是股東 理論上我跟李嘉誠是同起同坐的 但是你拿著這些代幣 那些代幣 你不是 即是我自己覺得 我拿著這些代幣 不是 一來不是流通 二來我又不像 拿著你公司的股份 我明白 即是同股不同權 純相是投資了你的項目 即是 覺得你的項目有升值潛力 但即是我的公司又沒有話事權的 沒有得投票的 即是同股不同權 即是阿里巴巴 所以證監說它是股票 即是權政的一種 就沒有說錯了 這個李文正監